在接下来我们看17.5的部分 同一个金线上两地的距离 刚才我们讲到说 我的这个海里是讲算的 我们是把一整个圆 整个大圆 它的一分的距离 就会是一个海里 所以这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角度 乘以60变成分 就直接把它换成海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当我们知道两个 如果是同一金线的话 但它就会是在同一个大圆上 只要它是同一个大圆 我们就找它的这个纬度差 比如说金线圈的话 我们就找它的纬度差 乘以60变成海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公里的话 你就再乘多一个1.853 那就可以了1.853公里 OK 所以这个度呢 就是所谓的两地的纬度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例题E 我们的城市A跟城市B 在同一个直舞线上 那B的纬度是45度 A的纬度是30度 那请你分别用海里跟公里 来表示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们看它的纬度差 45减30就会得到15 15再乘以60就会得到900 就等于900海里 过后呢 再乘1.853 就会等于1667.7公里了 OK 非常容易 对不对 那么再看一下 如果它横跨 有横跨了 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题目前 例题E A镇呢 位于B镇30N的镇北 两地相距2400公里 请问A的纬纬度是多少 so 这边呢 因为它在镇北方 所以它的精度一定也是110 1 对吧 110度 吸睛110度 这个肯定也是一样 至于它的 它的距离应该是240公里 我们换成海里 我就除以1.853 然后呢 这两个 这个海里怎么算呢 是它的这个纬度差 再乘以60 所以我把这个2400 除以1.853 再除以60 换成它的角度 就会是21度 35分 既然B是30度 N 这样它再加上这个21度 35分 就会得到51度 35分 所以这个A的纬度 就是51度 35分 N 然后110度 B OK 所以这一题呢 就是给距离 要你找那个 另外一个城市的位置 再来 例题3 我们一辆飞机 它从这个机场P 它是42度N 140度E 它往正南方飞 飞到另外一个机场Q 它是36度N 36度S 140度E 只要它的精度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要看它的纬度差 这边要注意一个N一个S的话 纬度差 不是互减 是要互加 对不对 因为它横跨0 所以它是从42去0 是42度 再去到36度 再加36度 总共78度 OK 78度乘以60 就会变成海里 这个就是它的距离了 因为它讲距离以海里表示 4680海里 如果一辆飞机的速度呢 是每小时450海里的话 请问它的时间 飞行时间需要多少时间 你的距离除以速度 就会是你的时间了 OK 所以这里用4680 除以450 你就会得到 40.4小时 这个点40是多少分钟呢 你可以按这里 它会告诉你是24分钟 这也很容易算的 40小时 24分钟 有时候 多少海里 百小时 它们好像有时候用 另外一个单位 叫做泥 这个泥用三点水 三点水 那个里面的泥 看一下有没有 好难找 这里 好像这个泥本身的意思 就是海里和小时 是一个速度的单位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用这个单位 这个要注意 可能浮课本会出现 或者是历界的时候会出现 但是你们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随堂练习4的部分 A和B在同一个经线上 根据下列的纬度 请你找出它的距离 两个都是N 两个都是N的话 我们叫互减 所以用75 75减去58 过后再乘以60 就会是它的海里了 所以当然以海里 一般上 我发现 我们的考试 基本上都是考海里的 很少的考 几乎没有出过 可能 有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那个考缸那边已经设置好了 一定是要用海里的 我们只考海里 不考公里 所以公里只是在课程里面会出现 这个要注意 这个是75减58 就会得到17 17再乘以70 我们就会得到1020海里 OK 下一题 0到42 这个就是42 乘以60 42 622 622 624 25 25 60海里 OK 再下一个 这个一个N 一个S 你就要加起来 有没有43加38 然后再乘以60 然后就会得到 43加38 81 乘以60 就会得到4860 4860 海里 OK 就这样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题 以致P和Q在同一个金钱上 两地相距1000海里 P位于北纬7度30分 根据下列的条件 Q的纬度 是多少 如果Q在P的北方 如果Q在P的南方 我们先找纬度差 有没有 我们先找纬度差 好 纬度差 等于1000海里 除以60 OK 1000 除以60 然后呢 我们当这里 就会告诉我 16度 16度40分 所以如果 如果我在他P的北方 就直接加起来 就会7度 7度30分 加上16 就会得到 16度40分 就会得到 呃 多少 70进入 如果你要 你直接用7 7.5来的啦 30分 其实7.5 过后呢 就变成这个 呃 24度 24度10分 24度10分 这个是N 嗯 这个是N 过后呢 要减的话呢 你要注意 我们用大减小了 16度40分 减去7度30分 减出来 应该是 9度10分 这个就会是S 好 这个就是 去到S了 好 那这上是这样子啦 谢谢大家